10年某一件雙刃未成事 今日把勢均誰有不平事 大家好 我叫我小賀 鍾黎榮 歡迎收看最帥的化融點睛 今天咱們加強股價指數 再創短線上的新高 你真是死後疑 每天都希望他拉回 但他都不拉回 上禮拜我說過 你咬定贏 但是這個禮拜不一樣喔 同學 今天大家在談論生技 等一下我慢慢講 真的啦 鉤票不要用賭的 真的不要去用賭的 我們常常說規劃行情 掌握行情 跟隨行情 應變行情 一個頭顧老師操作的價值在於應變 不是嗎 如果你現在手上 你現在來找我兒哭的小客人 我手上都沒有股票 我們要怎麼去應變 如果我手上是空單 我現在要怎麼去應變 肚子不需要看 肚子不需要看嘛 肚子不需要賭 賭不賭都會賺錢 那不是 今天一支鉤票230塊 230塊了 它的價值連成 最高年230塊半了 它的價值在哪裡 它的價值在200塊的賣點 200元等買點 而200塊的時候 連發科還是連發科 什麼都沒有變 是在報紙上再告訴你利空的時候 出現200元以下的買點 狗叫剎人滾 人家外國的月亮都特別遠啊 外國的講英文翻譯給你聽 就跟你講說燦摔啊 不是嗎 真的啦 我們就比較傻啦 那個古廟載下來的時候 我敢為天下先 我告訴你利空站在買方 利空站在買方 利空站在買方 我知道你也不會聽我的 你也不會聽我的 現在回過頭來 你聽外國人的 你賺不到這30塊錢 但是你聽我的 對我來說 你必須要有三顆星啊 沒說一句讚耶 這時候你怎麼敢買啊 同學 這在200塊以下的買點 你怎麼敢買 高信為證啊 會員為證啊 212塊 220塊 來到今天 230塊半了 這叫做連發科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臭屁 說230塊半 你看這30塊半 不是 我不是要跟你講這個東西 我要告訴你什麼事情 我要告訴你 凡事都要懂得規劃行情 掌握行情 跟隨行情 應變行情 這樣才不會做高票的路財 才不會做股票市場的窮忙族 每天怎樣 追高三滴 追高三滴 好像可以長得 沒後來走走不走 每天都是1 2分之1之間做選擇 一次做錯 沒有大賺的機會啊 所以我們要靠什麼 我們要靠技術分析嘛 所以以 凡事良良相對 曾經有過的事情 還會再發生嘛 現在回國土台 真是可以知道 200塊以下的200塊 我不會怕接老爺 考慮就贏了嘛 幾個聯發哥告訴我 好 放諸事海階准 同學 今天這支股票來到 再度來到41塊錢 但是我今天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從聯發哥的角度 大到聯發哥小到紅字 你都可以如魚得水啊 第一時間突破了37塊 用力給它靠近1 3分之1部位 來到這邊 為什麼 因為量到高點非高點 所以我知道388它會過嘛 過了398以後出一趟就是賺7% 賣掉的股票就一定要它屎跳跳嗎 不要這麼拍心 苛迅為陣 輝遠為陣 一樣的道理不是這個樣子嗎 這也是出了一個利空啊 你今天看報索 做過報索的COE 二月份恐虧損 紅字 估第一季獲利景略勝於去年而已 報索出來的時候新聞出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什麼 我賣掉的股票喔 今天掉下來我應該說 喔你看你沒有聽我的賣掉 你看你現在到了 不是我們沒有拍心 我說過我解真實的行情 說真實的績效 我告訴你一買突破二買壓回 打回來的紅字應該站在買方 這個時候是這個樣子 三十七塊六毛錢 拉回勇敢站在買方 這才叫Guts 這才真的叫小賀 導播 ShotTime 這邊出了一個消息 10點18分之後 二月可能會虧損 10點18分在這裡 這真的很好玩 在這邊 然後這樣下來 好 這是高還是低 如果相對位置 這邊是高嘛對不對 高檔的利空不是利空 所以我這樣賣 高檔的賣掉 他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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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回來的時候 我要告訴你 勇敢站在買方 所以真的 你看到一支高檔的價錢 不是他去庭的時候 不是大家贏香蝶賣的時候 絕對不是 是什麼時候啊 這時候才能看得出真功夫嘛 否則追掌停擺有什麼真功夫 不是這樣 看見利多追掌停 噢 拼看看 對了 臭屁 不對 不要講 這有什麼真功夫 有哪一個字看不懂 同學 當時候1點0四分 這是我告訴我會員的苛訊 靠你去 39.35 今天最高點41塊1毛錢 就這樣兩趟的時間而已 這樣 這邊買這邊賣這邊買 這邊還沒有賣 來到高點這樣7% 這樣7% 這樣兩趟加起來14% 紅字啊 為什麼我特別要在利空的時候 利空當下告訴你這些東西 因為市場上太多的消息真真假假啊 行情上上下下的過程當中 我們身體淡淡嘛 我總覺得你需要一個正確的方向 所以漁船需要燈塔 賞戶需要方向嘛 用找對技術用對方法 人人可以叫小賀 我靠的是什麼 技術分析啊 所以你說說看這14% 7%加7% 14% 我們賺起來應不應該 應該嘛 這就是我們以前的導告啦 凡是講在前面 後面來驗在short time 這樣比較帥 不是靠爽作為皮質的 現在還有什麼好爭論的咧 這裡到底是多頭還是空頭 人家說一句賺白話 有賺到錢嗎 那不是 沒辦法說的 我跟妳講說 洪志拿回來站站買 結果不敢買 那無三小路用啊 如果沒古早生 就做沒古早味 如果沒有妳的金米 就沒台灣錢啦 所以如果技術分析的用意 它存在的用途 是讓我們看到未來的話 那看到未來賺不到錢嗎 或者是說 你沒有看到 你真的賺得到錢嗎 賺再多也有可能會失去的 所以啊 我常常跟你們講說 要能夠看見別人看不到的 才能嘗試別人不敢做的 要為了自己勇敢改變站出來 我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示範 我目的只是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今天看人家 寫股票 你真的死給他 你真的死給他 這支股票今天跌停 這支股票今天跌停 大家都知道它為什麼跌停 可是很多人吞了一根跌停板之後 啞巴吃黃眼 他不會再講這些股票啦 然後在這之前 小英選舉完之後 我跟你講什麼 我就不多談 危機也是轉機 轉機也是商機 到底是危機是轉機 我不知道 我只能告訴你一件事 有很多的股票 突然砰了一根跌停板 它未必是賣點 就這樣子 同學 一買突破 二買押回三接跌停 這個掌停板是買點啊 35塊5的時候 我告訴會員 靠進去三分之一部位 我們回完後面就沒多了 三幾而已 一二三而已啊 所以就百萬的資金 要靠兩百萬進去嘛 三百萬要靠一百萬嘛 這樣就不一樣了 小妞妞捏捏捏 買一張看看 真的要試試看 要試吃去Costco 你不可以來找我 有骨心有信心 真的不允許 來同學 來 三五二 四一四 來到今天你看 它幾乎都不回來啊 它幾乎都不回來啊 為什麼 多頭的股票嘛 那不是 只有一支得利 拿出來臭皮 是嗎 打回來的時候 一買突破 二買壓回 摳訊為證 會員為證 後面來到199.5 我告訴你這邊還是買一點嘛 因為量大高點 非高點嘛 然後201塊半 然後203塊半 今天最關鍵206塊 它沒有掌停板 但是它不斷不斷的創新高 而你在車上啊 同學 你在第一時間在車上 你現在獲利ING啊 多頭還空頭 能不能做 我管他媽媽嫁給誰 我們已經先賺到錢了 幹什麼 我知道你們都需要驗證 因為沒有信心說要驗證 所以我也不願其煩的 再給你驗證 但是驗證的背後代表是什麼 有沒有賺到啦 還有沒有下一隻 我講過這邊是一個標谷Party 總會有取忠仁善的時候 從學 總會有取忠仁善的時候啊 不要做最後一隻白老鼠嘛 現在大家會驗證 綜藝浩定有沒有 這個也是會有取忠仁善的時候啊 這個沒有辦法賺錢嗎 這個可以賺錢啊 這也可以賺錢啊 這一段也可以賺錢啊 但是你有沒有賣掉的問題嘛 就是這樣而已啊 那為什麼要去拗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拗啦 我只要說活用資金不要死腦筋 驗證的背後代表的是 前面的方法是對的 所以以有之事後必再有 以行之事後必再行 陽光之下沒有新鮮事 這是我上禮拜三跟你說 很爽很爽很爽的東西 我跟你說不要買生物科技對不對 當大家看到太陽能長上來 然後我看生物科技 我告訴你我在看什麼 我在看國防航太嘛 感謝支持啊 今天將近亮燈再創波段新高 你要的是什麼 驗證 代表沒有賺到 還是怎樣實際上的參與 同學我再講一遍 人公平就是三支 所以你三百萬的資金要離去 我都跟你來真的 我不是跟你說分析十檔百檔 有掌就算幾下 按照近社理論的公式 一步一腳印的去做好每一步 我認為現在的Party還熱鬧著 我講過了一直到五月份 總共有十二個禮拜 你錯過了一個禮拜 你實際上十一個禮拜 好好把握廣告中的電話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繼續再講 多五便宜 破例短期 再來半價 一顆不打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更拿頭褲 永遠值得突然 多付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拒絕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兒牌氣密窗 現在是彪庫的Party時間 所以時間它也是成本 如果買的股票不太會動 你要小心 它可能不是後面資金欺賴的股票 那麼如果要買到那個 會動的股票 它一定要有訊號 所以有訊號的第一時間 我就告訴你說 什麼股票要強力買錢 我們可以來試試 我們可以來驗證 是不是 我沒有遮 但是我讓你三選一 我說你看這個榮鋼 你看這個千副 你看這個寶一 三隻都會長 但是只有一隻會飆 那你覺得是哪一隻咧 上個禮拜我告訴你是寶一 這隻也有長啊 對不對 這隻也有長啊 但是我們三隻裡面只能選一隻 誰是最好的 可以賺最多的 導播 shout time 我給你看三隻股票 然後我們會買其中一隻 那你是老觀眾 你是很忠實的電視會員就好 你應該會知道我買哪一隻 這隻股票叫榮鋼 你覺得他可不可以賣 你覺得他買了會不會飆 這是他的主線喔 我們現在看他 是他的主線喔 因為你要做標 又是從他主線來看喔 因為他可能會走一個長線主身段 搭配短線的話 這才會飆上加飆嘛 就長線的主身段 又配合是短線上的主身段 所以兩個第三波他造就了 就是頭也不回啊 這也沒有還要簽附 你覺得他可以買嗎 你覺得他有金色理論的訊號嗎 這也是航太工業喔 好 注意喔 這還沒看到保一 你覺得他可不可以買 這三檔股票裡面 三檔都會漲 我認為都會漲 但是有一隻不是漲而已 他會飆漲 所以這牽扯到一件事情 航太工業 航太工業這麼多 國防航太這麼多 我們只能做選擇嘛 所以我不能這樣說 農鋼也不錯 保益也不錯 然後簽附也不錯 然後簽附也不錯 然後就 欸 介紹了三檔 然後只要有一檔長 我就等一下 我某一點某一點跟你講 操作不是這個樣子 Just do it 所以火完 你這麼可惜 你不要懷疑 錢三的時候 都會給我考慮就對了 2月18號的三檔 你猜錯也會賺到錢啊 2月18號的龍鋼在這裡 17塊8毛 今天收盤17塊9毛 賺一大毛又5分 2月18號的簽附在這裡 46塊4毛 今天收盤50塊也可以賺錢 但是不好意思 2月18號的保益店這裡 蓋了嗎 蓋了嗎 沒有吧 回的時候 一支兩支 一支 這超過一支 買賣之間做選擇之外 這三檔股票當中 沒辦法說幾個讚 現在倒頭啊 飛票一射 都有機會上漲啊 但是取衷人善的時候 總是有人要買單 第一會不會是你 第二你賺得夠不夠 多夠不夠快嗎 這個Party還有11個禮拜的時間 真的珍惜緣分啊 同學 這是我們買進保益的時候 漲了嗎 沒有啊 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尻的 26塊6毛錢 尻進1 3部位 就這樣 一天 兩天 2月17 2月18跟你預告 其中一檔對不對 這拉回來的時候 一天兩天衝出去衝出去 現在大家談保益了 不是嗎 不是這個樣子嗎 那去按讚啦 那如果萬一保益掉下來呢 我不知道喔 如果又像洪志一樣高檔分立空了 我不知道喔 那真的小包要怎麼辦 很多個股票都這樣啊 一兩天 揹揹揹揹揹 大家都介紹給他跌停板 欸 欸 這個刀架 這個分析師 他會跌倒在哪裡 是空頭的股票變成多頭的時候 當下可以知道嘛 我們說一句賺白話啦 我 我 我 你動作好保證 我划掉你 就好了 但是連法科 我剛才一根划有上當的 不可能啊 所以什麼 帶上三顆心啊 有決心 有信心 有誠心 做好準備撥通電話就對了 沒話說 你看這個 我不是在自己揪啊 那不是 夠便宜 真的夠便宜 真的夠便宜 布局完以後拉到將軍掌停板 今天再創破段新高 真的還是很便宜啊 這是主生段 所以頭也不回嘛 頭也不回嘛 所以我們 從 同樣的方法 他不斷不斷複製而已啊 所以習慣不成輪回 輪回最後決定命運 大海之水可引進 撒那心念可恕之 虛空可量 風可細 無能輸進 佛境界 我該怎麼告訴你 淨色理論 技術分析真的看得到未來 對 技術分析看得到未來 不好 騙證嘛 但是 所以夠便宜之後 我告訴你夠便宜的part 2 同學啊 我每天在講每天在講欸 但是我沒有講很多天 我才講三天 一二三今天亮燈了啦 亮燈了 一個周線上的突破 跟正一個基數很大的突破 它就是淨色理論 它就是向上命運K線 導播 short time 所以市場上都知道的東西 事情 news 無法令我忠永感動 這都是過年時候 我先找到的啦 講廣播話啦 我講過我年價只放一半 因為我看到國際股市震盪的過程 我知道機會來了 因為有很多的公司 他如果沒有利空去淬煉 你真的不知道他的低點在哪裡 你真的不知道那個空盤者的底線在哪邊 那就是利用這一波的低點測試 完成的形態嘛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 因為這不是他的日線上的突破 這是一個基數比較大的突破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當然就是靠進去啊 而且要看的 也不是兩天三天而已啊 是看的一個波段啊 2月17 禮拜三 2月18禮拜四 2月19禮拜五 我902天 兩天的時間 今天2月21 一 抗訓為政 會員為政 恭喜會員 亮燈漲停 我需要去追漲停板嗎 哇 追漲停板恭喜會員 沒了 兩天的時間 1、2、3是 1、2、3 算1 那這很簡單 量大高點非高點嘛 算我們知道 來 這個49.35 同學 這個是49.35 它當然不是最高點啊 所以如果我們 黃黃中日 每天都在買賣之間做選擇 是不是一次做錯 就沒有大賺的機會 現在 你可能還在猶豫什麼 到底要做多還做空啊 要很長的時間嗎 不用啊 2天3天 馬上就keyboard 為什麼 台股的 立即點在哪邊 複習一下 三個 籌碼 新局 夠便宜嘛 今天手上班都好耶 我很少很少啦 隔天要試駕買股票 但是這個股票 我認為沒有 可能沒有兩天的時間 可以去等待 你有三顆心的人 你有決心 有信心 有誠心 請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一次進去 就是三分之一部耶 沒有那個扭扭捏捏捏的 先買一部分 再買一部分 幹什麼 要買就不要等 要等就不要買 有向上密欲開心 就要果敢 就要進去 你有三顆心的人 你手上班都好耶 馬上一支股票 夠便宜 一把三 咱們的夠便宜 系列 全數獲利ING 全部都獲利一成以上 有的15% P2也12%了 那如果100萬下去了 就是12萬15萬 加起來就多少 就27萬了 你怎麼能夠再錯過這個標股PT呢 這是一個向上密欲開心的突破啊 這跟這個是一樣的啊 這個漲上來的時候 我有告訴你拉回再買嗎 我告訴你說 亮燈漲停都是買點 買在漲停板一樣賺錢啊 當然我是買在更低的位置啊 沒時間 手上班都好 有三顆心的人 電話撥通就對了 Just do it 然後我們與你的現實交手 你將重新擴大夢想的版圖 而行動是最接近審命的 捷徑 我講過了 一個優秀的茶盤高手 應該知道什麼時候空頭的結束 而多頭的開始 那麼現在多頭才剛開始而已 他不到結束的時候 在結束的當下 那個訊號出來的時候 我也會帶著你離開 我也留你在孤獨在山頂上 我相信現在有生氣的 通通變成孤兒了 做就對了 我們股票不用坐 三幾就好 我們馬仔 我們全心全意 全心全意 就做這一支就好了 沒有那麼多夠便宜 因為很多股票漲上來 他已經慢慢慢慢慢慢不便宜了 所以你能夠買的時間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所以回完 接到抠訊之後 要買多少張 三分之一部位 我再講一遍 靠你去 三分之一 有三顆心的同學 電話撥通 就對了 但是龍城 非將在 不叫狐馬 杜英山 閃會針之聲 化榮點睛 感謝你的收看 歡迎的加入 電話撥通 財運 橫桶再會 拜拜 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來自負投資 這裡 在法院 有限 立刻 可以做滿價 才可以做滿意 沒有它 否則 那麼 很難 很難 你推薦分析 所以你逐落 是否沒有 封面 获利短期 再来半价 立刻不打02-2781-01909 02-2781-01909 02-2781-01909 台股上煮菜 筹码新局够便宜 获利短期 再来半价 立刻不打02-2781-01909 02-2781-01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1909 2781-01909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0809-096-111 早尿身办更多优惠哦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头万叙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启用1000元 体验烘天了一个月